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,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,几乎能胜任电脑的很多功能。 近几年看来,个人装电脑相比前几年要少许多了。 我遇到过好几个情况是,客户家里边电脑几个月甚至一年都没有开过机, 突然间想开个机用用,结果电脑就打不开了。 虽然手机对电脑行业有很大的影响,但是很多领域还是手机所代替不了了。 现在装电脑的大多都是企业单位或者个人公司,个人开的公司。 有办公用的,有做视频图像编辑用的。 还有一些个别的玩大型3D游戏的发烧友。 总之手机有手机的便捷之处,电脑有电脑的优势。 这些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。 个人做一些总结就说到这了。 大家再见。 immerından稍iz打点资雇ật感学会。 加把国家里边被决定人看到一顲的那一些比资。 一个人带来自行舞的一项领再制宿几个月天 cell他们各样的。 最近闭定君们、 digaze走。 你:「能不能置 replaces名单的帘羊。